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你的大事 前几天呢,和一个大哥两口子在一起吃饭 那比我大几岁,今天都五十多岁了 儿子呢,刚刚结婚一年多 哎呀,当时我还包了一个大红包 哎呀,我就在想啊,我姑娘还小 我啥时候才能把这红包收回来啊 心疼啊,开玩笑啊 我们关系还是一直不错的啊 吃饭的时候呢,就聊起来了 聊起来什么呢,他儿子结婚这一年多了嘛 两口子发出了很多感慨 尤其说那个嫂子啊 说了挺多啊,说的一年多啊 领悟了很多以前没有领悟的道理啊 说现在儿女结婚呢 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 真的要学会适应了 有朋友说呢,儿子结婚了能领悟什么道理呢 我把这个大哥和嫂子说的话 给你总结一下 你们听一听,是不是这个样子 尤其儿子结婚的朋友们 你们听一听,是不是都这样 他们说什么呢 第一个,他们说 现在啊,千万别提什么 嫁闺女娶媳妇 那都是以前了 现在只是这么说一说 以前叫什么 嫁出去就是姑娘,泼出了水 姑娘嫁出去啦,就是别人家的人啦 辛苦,养这么大 哎呀,舍不得呀 是不是,你家占便宜了 而南方呢,虽然花了点钱 但是他天人进口啦 他娶媳妇啦,对不对呀 合适啦,也行 可是现在呢,现在却不相同啦 现在啊,小两口一结婚 人家都干独过日子 根本就不存在谁家天人进口 我跟你讲 女儿家,你说 说那个女儿嫁出去了 好像父母挺孤独的啊 你看女儿长这么大出去了 我跟你家儿子家 就算娶了媳妇 何尝不是如此啊 儿子家都感觉 怎么娶了媳妇 媳妇没娶进来 儿子也没带走了呢 嗯,甚至 现在很多家庭啊 就我这大哥大就说 我那儿子儿媳妇啊 去我庆节的次数啊 比来我这还多 你说谁家算是天人进口呢 嗯,现在我都感觉是 人家天人进口了 咱就不说别的吧 过年 你要说以前过年 那必须南方啊 待着回南方家过年 现在呢 说良心话 咱的儿子儿媳还算不错 还算孝顺 还算懂事 人哪边老人也不落下 人把这两家组织在一起过年 咱说实话 老大哥他们说了 咱说这些不是挑礼啊 就是说什么呢 现在这个社会 确实谈不上什么 你娶媳妇 你嫁姑娘了 也就这么一说 其实对两边父母来说 都是一样的 没啥区别 啊 你小两口各个各的 哪家老人都是单独过日的 啊 拿什么你家天人进口啊 这是他们第一个感触 不知道别的朋友没有 没有啊 第二个 那个嫂子这么说的 儿子的房子啊 虽然是我们出钱买的 啊 你看没结婚的时候 那就是我的家 对吧 我随便 但是呢 现在儿子结婚了 那就是儿子家了 儿子儿媳家 不再是我的家了 那里有了新的女主人啊 人家才是那个家的主人 别看是你花钱买的 也是一样啊 我要去的时候啊 那得提前打招呼 我们老两口到了人家呀 尽量啊 少言少语 别多说话 你看不惯的东西啊 也得挺着 也得忍着 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挂着了呢 怎么摆着了呢 人家愿意和你有啥关系啊 那是人家心里得明白 啊 你一直都不能做主去了 啊 这是他们第二个感触 第三个感触 也是嫂子说的啊 嫂子说什么呢 告诉你 小叔 绝对不要在儿子面前 说儿媳妇的坏话 我说这个确实你 嘎嘘 他说呀 我跟你讲哦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们现在是真正的伙伴了 他们真正是利益过同体了 啊 或许啊 你说儿子没那么傻 不把你说的坏话告诉儿媳妇 但是啊 他不乐意啊 你只要一说儿媳妇坏话 啊 不用说坏话 就你说儿媳妇哪个点做的不太对呀 哪点不太好啊 啊 那儿子就不乐意了 开始辩解了 你别老说眼睛 他不见不乐意了 哎呀 给你整的啊 你就会发现 他和眼睛站在一头了 再一个 我说了 儿子虽然没那么傻 把坏话 学给儿媳妇听 他这个儿子啊 他有时候啊 他回家行行着 也希望好一点 他有时候就跟儿媳妇说 啊 有的地方 你稍微的这么一点 他一说 哎 儿媳妇就说 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 哎 两个人聊聊 他就把这话露出去了 就露出去了 是我说的 这一露出去了是我说的 那儿媳妇就不乐意了 儿媳妇不乐意啊 那话里话外 就会带出来呀 哎呀 我跟你讲啊 可破坏家庭和谐了啊 整个像我无理取闹似的 所以说呀 好与坏 咱可不跟儿子说 没啥好事 儿子第一也不听 第二还得传到儿媳妇那里 冷得家里鸡飞口吊的 破坏和谐环境啊 其实我也没什么太多不满 哎呀算了 可不提了啊 这是第三个感悟啊 第四个感悟 说呀 儿子儿媳妇在一起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儿子儿子对儿媳妇啊 越来越好了 啊特别好了 他们之间是特别亲密 啊 你看看 以前在一起吃饭 都是咱给儿子拔虾 拔个虾 儿子吃 加个用 儿子吃 现在呢 都是儿子给儿媳妇拔个虾 媳妇吃 吃块用 啊 你会发现 人俩口子是亲密无间 这个时候 做老人的心里特别矛盾 说矛盾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看 儿子儿媳小两口恩爱 幸福 啊 挺高兴 啊 希望儿子家庭团结 和睦 幸福 看两口子这么 恩爱 挺好 啊 感觉挺好的 对吧 但是呢 又有点吃醋 啊 你说这儿子 长这么大 白养了吗 也没给我拔个虾呀 你也没 我也没给我夹块用啊 对不对呀 啊 你这光给儿子 媳妇拔虾了 你这不给我拔一个呢 对不对 你这 哎呀 心里还有点吃素 还有点不满意 但是呢 这种事情啊 你一定要努力适应 慢慢就习惯了 这种事情会常在你身边发生 说两句话 你现在跟儿子 我现在跟儿子说这事啊 那哎呀 根本就听不进去 啊 行 爽头就忘了 那儿媳妇要说一件事 那儿的 打得几血 是的 必须马上办 哎呀 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平衡啊 这是第四个 他们的感悟 第五个感悟是什么呢 你说 不论给儿子儿媳妇多少钱 给他们花多少钱 都是应该应份的 在他们眼里 啊 当然 你花的多了 他们也会给你买东西 也喜笑颜开着 但是也是应该应份的 但是有一点记住啊 这个钱只要给了他们 就别想着啊 这个钱你能要回来 别想着我给了你多少钱 到处我有事 怎么怎么样 你给我花多少钱 得给我多少钱 千万别想着 哦 你把这些钱给出去 但想要回来 那九哥难了 只要给出去 那就不再是你的钱了 那就是人家的钱了 你要整明白 啊 你要实际上你说 哎呀 我给了你 你十万了当时 你给我花八万 你给我拿回来八万 难 嗯 好了 这就是大概啊 他们的感悟 我给总结了一下 也不全啊 那让他们说出来 那更多了 能说出两个 能说两三个小时来 就这点事啊 哎呀 反正大概就这么几点吧啊 那我不知道朋友们啊 你们说儿子结婚 有没有这种感受 而且回家我就想了 你说儿子结婚 有这些感悟的 那像我女儿啊 以后我女儿结婚 是不是我也有这些感悟 其实仔细想一想 可能女儿也会面临这些问题 哈 哎呀 这慢慢习惯吧 你说是不是呢 朋友们也交流交流 他们这些感悟你们有没有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松 看那三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松 关注老松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